剛才的例子看到的就是中國的Rise 中國的崛起跟中國的Expansionism結合在一起 他的國際關係的這個例子 Expansionism的定義就是這個國家 他的命頭、他的政敵、他的對外那種不斷擴張 這叫做Expansionism 我們現在看到中國的Expansionism 在歷史上有看到 都在歷史世界代表進一個 Nutsi Germany和日本 他們就是這樣 這個聲音覺得很強 所以Over-Competence 所以一直扛勞 扛勞的時候 大家覺得這沒關係這沒關係 跟上位還是可以 他們就覺得 Their Over-Competence is compensated 所以我們現在很害怕 很擔心 中國的Expansionism 你如果沒有給他 沒有給他了解 他的Expansionism 如果沒有給他 我先從歷史以來的檔子 來講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為什麼我說 我們台灣在處理這個檔子的問題 不是處理改革的 我們從歷史以來的這個 雷來看 從歷史以來 不管是日本說他們 是所謂的 還是說我們台灣所謂的 但是我們以前 民進黨政會時代 我們台灣跟日本的關係 又是很好的 我們知道我們的情報 但是我們可以發展 我們很好的關係 但是現在 現在 馬政府 在黨內的民調 好像在中國 有到三天 他們兩個好像有在配合 他離空 一一年的 幾年 離空一二年的 八年的 九年的 十年的 這個發展 如果說 香港那裡 有這個 極端主義者 暗國主義者 如果要去 找他來的 抗議的時候 他們都會 我去台灣 去台灣 報警 那接下來 台灣都會派 台勳書的尊 跟蝴尚 蝴尚 蝴尚去丟他來 那 最強勁的一次 是在去年十幾 兩邊 這 複色水泡 有這件事 我想這個 在美國的不提議 我去的不提議 就像說 台灣跟日本已經結局了 這很強勁 這很強勁 因為複色水泡 就像說 拿武器 和尚台湾 很多國家 會想說 我們台灣的政府 是比較強勁 來對付日本 日本跟美國 是有同盟關係 安保條約的同盟關係 所以我們台灣跟中國 合起來 對付美國和日本 聽起來 在另外的地方 所以 對美國政府來說 他們這是外國民主義的事 所以私底下 對台灣的政府 抗議 還是DMARCH 還是施壓 所以這件事 一直要 一直到我們今年三月 的時候 還有一件水泡污水的事 我想這件 美國政府已經撞不掉了 已經撞不掉了 所以 共甸馬政府 要發表 說 在黨海的這個人 就要 過到中國 來合作 這是 在 今年三月的事 這就是 因為 台灣政府的出現風險 對台灣 對我們 台港最強的 國家 就是 美國跟日本的利益 這也是為了 台灣的利益 我其實聽見一個 讓大家知道 為什麼 現在 這個國際關係 跟台灣政府的處理 是為了 是在爭議的水域 在捏魚的時候 去給我們 為了 水域 去搜尋 這問題 發生之後 台灣都很注意看 國安系統的處理方式 我現在的國安系統 可能大家感受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國安系統 在處理 好像處理的構成 譬如說 這個事情發現了 六十八兩件裡面 我們的國安系統 沒有做什麼事情 好像又沒有一件事 但是 六十八兩件之後 民意費 六十八兩件 快點開一個國安會 這個國安會開之後 有一個結果 就是說 七十二個小時 歐利益 七十二個小時的最後終點 這個最後終點 是說 你如果沒有答應我 這個條件 那個條件 各地的 勞賤 賠償 沒有答應 這幾個條件 我就不會跟你懲罰 但是我看到 這七十二個小時 快到的時候 所以 那個 福利賓的代表 在我們外交部裡面 跟我們外交部的部長 要不要這樣寫什麼 在那個時機面前 提送給我們看 揣開記者會 揣開記者會 一般來說 如果我揣開記者會 就表示這個問題 已經解決了 沒有問題 福利賓應該答應我們料理 但是那裡看出來了 記者會開之後 一般的民意的反應 又是五百年 計算我們六點半 再幾個國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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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開始 要自己十一項制裁 被可惜出爐 制裁的基礁 一項很重要 就是說 我們的既得好區域 這個要出爐 我們最好的出爐 既得好區域 這個要出爐 我們的幻象 本來就出動F-16 剛才那天F-16殺一台 所以F-16不能出爐 Grounded 就上Mirage 2000出爐 國際社會 在出爐之前的油溫 沒有人用軍港的 都是用海巡 都是用 Coast Guard 一定是這樣 這個不只是世界的Norm This is rule International law 我們台灣本來 那個漁民 去過幾個海巡 清掃的時候 我們台灣是騎上海 但是我們的既得好區域鎮 我們的Mirage 2000 全世界 他大了 你要修台 你是要修台 因為要動用軍隊 一定是修台 修台才屬要動用軍隊 所以我們台灣 在國際市庭上面 馬上就落幕下方 美國的阿北 隨時就來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台灣 在亞洲的這個地位 在亞洲的這個地位 現在問題是很嚴重的 問題是很嚴重的 尤其是 我們台灣的這個文書的事件 看到總共一直在 承認的時候 但是我們台灣 是沒有在承認 我們台灣實際是 向下成為的 我想 最近 大家看到的就是 1985聯盟 在 總統府前 這個 25萬人的市委 大家看到 大家對 出於國防 出於 下市 用 虐待 而死的這種情況 很不亂 但是 給我們另外一個機會 就是說 再去 深一層 檢視 我們台灣的國防 到底出什麼 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 需要多少國防醫生 來以致台灣的國家安全 民進黨的主兵 是最少的 要有3%的基地 最少 這是最起碼的 馬英雄 在建設總統的時候 他怎麼說到 就是說 最少要有3%的基地 但是 你看看八年 他選了 那年的國防醫生 是民進黨變的 前幾年 2007年民進黨變 所以那年3% 再來 越來越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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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剩下這個 你們知道嗎 剩2.1% 所以 What he said or what he promised and what he has been deliberately 這個中間 太大 太大 這對我們台灣來說 就是說 我們這2個1% GDP 在了公有薪水 人事維持費用以外 大家是沒什麼存錢 那如果 這樣一會 還不夠力 大家想看看 我們每年開始 我們就要開始 全務兵制 所謂全務兵制 就是說 我們這些年輕人 不用去做兵 如果要做兵 這就是一個 new professional 做兵 是在賺錢的 做兵 是一種職業 所以 如果要進入全務兵制 兵人如果要搞的時候 我們台灣要有兵的 這個勢水要有很大的 要有很大的 但是現在 幕府打了兵 因為 紅仲秋的這件 大家看到 你們軍隊都這樣 去募身兵 甚至 要推募的這個兵 都要讓你們 去募 去募 我有什麼 去做兵 這次 另外就是 我們說 all voluntary career service people career soldiers 他們的薪水 都沒有錢 所以 我們台灣 每年開始 我們的發言 發言是甚麼 就是 我們會有一個 兵役懸崖 我們一直看到 美國 美國都有 financial cliff 但是 我們台灣 每年開始 都有一個 service cliff 就是 錢不夠 要開始 ol voluntary 平衡也不夠 再來 我們台灣 要怎麼照顧 我們台灣 要怎麼保護我們台灣 所以這個問題 很強調 所以我們看到 它一直在擴展 一直在成長 我們台灣 這個service 的問題 是越來越強調 我相信 其實是 這個國際的抑制 就是說 政府在說 對 我們台灣 看起來 是覺得 日本 是要 收尾槍 跟中國 是騎到 這件事 我相信 就是說 在這個 國際 變化當中 我們台灣 到底 是要騎到哪裡 到現在 又是 改成錯 我們台灣 現在的政府 又是在宣稱 九二共識 又是在宣稱 一種原則 這個一種原則 九二共識 其實就是 我們台灣 跟中國 是一個國家 這對 其他國家 說 我們台灣 看起來 就是跟我們 我們 跟美國 台灣 的 國防 管理 還有一種 建立 或是 台灣 共和 到現在都看 我們台灣 跟美國 這就是 我 這個 很重要的理由 希望我們台灣 跟美國的 管理 能夠更好 讓民進黨 跟美國的管理 能夠更好 但是 現在 美國跟中國 中國 意見到2009年的 共同生命 Joint Statement 它的Joint Statement 裡面有提到說 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中國 涉及到中國 力度主權 完整的核心利益 已經藏在那裡了 中國跟美國 告別的時候 就同心去提一下 他說 Libnani says to live up to its commitment in the 2009 Joint Statement 這對我們台灣來說 這個問題 已經在那裡 所以以來 我們台灣說 要跟美國 管理要更好的行為 變成這個問題 電話連應對 就是說 美國的政府 在考慮 自己的理由 是不是 Taiwan is Dispensable 現在不想為了 為了更好的武器 現在為了 首先 大家已經很開心 排隊企業 飛彈巡洋艦 這對我們來說 已經很開心 要更好的 沒有 飛彈巡洋艦 我們覺得 再來要做F-16 是不是 Next Generation F-16一定會目標 那如果說F-16 既有的機種 要目標的行為 The next generation F-35 我想是 不用擔心 這是更好 所以對我們來 台灣來說 我們在這個 國際的經營 會怕 我們台灣消費 這個環境 對我們來說 總是越難越困難 越難越困難 但是我們台灣的政府 在處理外交的時候 我想 我們要進步修心 進步修心 例如說 在公共議的時候 美國跟 中央簽 這種Statement 的時候 我看到這種Statement的內容 看到這些內容 我很信心 很信心 美國政府怎麼這樣 已經是違背 六號號針 已經是違背 台灣關係法的精神 所以我對美國抗議 但是我那時候看 怕是 我們台灣的總統 對外國 這個是台灣跟美國 30年來的關係最好的時候 我們叫國標 這個是關係最好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國際參謀 如果我們趕快叫國標 我相信很多外國的同仁 甚至現在在國外國的相當高層 以前的好朋友 以前的老同事 都偷偷有同學 趙謝雄大師 我們現在的國際參與 跟以前還是一樣的辛苦 或許比以前更加辛苦 所以我們台灣的空間 會不會說我們台灣 現在的國標的關係比較好 會比較擴大 我們台灣的國際參與 自己的關係很困難 關係很困難 過去這段時間 這個麻將武算盤 有最好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台灣 可以去參與 WHO 做他的觀察完 但是一陣 你控制年的時候 我都在開技術 一直在問人 問到底你是怎麼去抗牆 到底是派什麼人去跟他們說 或是跟WHO說 我都得不到答案 但是2010年的時候 管閉把這個答案先開 管閉的我們的國會議員 他把這個答案先開 大家都知道 我還是這樣 答案先開 是因為連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組 有發行 給所有的會議員說 改正說台灣的參與 是依中國台灣選的名字去參與 在這個台北的期間 就是WHO這五天的期間 台灣的參與 可以叫做Chinese Taipei 但是包括在中國代表團裡面 所有台灣要去參加 世界衛生組織的這個活動 都要經過中國的動議 所以答案揭開了之後 我們台灣可以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做一個觀察園 對我們台灣來說 是比較討厭的 還是比較遜 我想大家都會知道這個答案 我想比來更痛苦的事情 就是說萬一 不是萬一 希望我們民進黨政府 能夠回來 可以處理憲政 可以處理外交 可以處理國家 但是民進WHO參與的時候 我們老大人要怎麼處理 我們如果沒有繼續參與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選擇這個參與的主委 但是我們要去參與的時候 是不是去接受到那個中國 跟我們安排 我們台灣是中國 台灣選擇這個母選擇來參與 所以對我們來說 這個頭痛的事情 還沒了 其實現在 國民党政府 還要求中國 要協助我們參加 UNFCCC 就是我們香港的 氣象天天公約組織 所以 我們如果說這個參與 都需要中國跟我們打三天 小孩就做這個 這個 教訓已經在那裡 我們是不是再檢查一個 叫世界衛生組織 這個模式去參與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邏輯 是不是叫做中國的一部份 我們以前 在處理外交的時候 常常在說 說中國對台灣的這個處理的模式 就是 法律統一 Decitoring Unification 在世界各國組織 都去參與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他們在參與的方式 有幾個 譬如說改名 我們的NGO都經常改名 改造 台灣 China 台灣Promise of China 還是台灣Promis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很多個組織都被改成說 另外這個模式 就是在聯合國的組織裡面 有三個 透過藝術處 透過藝術處 透過藝術處去 一間 這個規定 就是說 依照2758號決議案 台灣在聯合國 被當作是中華的民共和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另外就是說 在其他的這個國際組織都要參與 我們台灣 就要跟中國各的參與 不可以 以前我們在處理的 以前我們在處理OIV 還是處理亞裔 都Independent participant 不管有什麼東西 Independent participant 但是現在在參與 一定要跟中國各作為 所以對我們台灣來講 這個外交的這個問題 實際上 也是越來越嚴重 比以前更好 所以我們看起來這個問題 是都 不管是外交 還是國 這都是很嚴重 不管我們反對黨在台灣 要怎麼來呼籲 拜託 你這個要讓反對黨 要讓台灣有更多的資訊 我們還可以把政府 導致做的 尤其是在國豪 還是在國豪 這應該是看人家派 我們這個反對黨 一個這幾個的問題 會去把政府撤後退 好像以前這樣 一定是 支持政府的 尤其是台灣的政黨 尤其是台灣 這個國家尤其是台灣 這個土地 可以到上岡的事情 絕對得不到答案 我可能一個 很悲傷的定量 就是說 我在日空八年 回到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 美國投票的總統選舉 總統選舉之後 有些外交部的通認 結果我等於外交部 去報告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我也很開心 等於你報 報告之後 報告以前的外交部 我的通認很開心 都聽到我 有很多好的建議 都超級聽 結果 報告之後 報告之後 我們在外交部的通認卡 報告主委 報告主委 你是不是知道 以前 我們處理這麼多年來 在搖車 都沒有問題 現在 有問題 認定 有交代 有照謝理都不能進來 以後 要去外交部 演講的 名字都要認定 沒有問題 所以 現在 外交的處理 已經不是跨海派 而是 變成 政黨政治 這是我們台灣外交的大股 我們台灣外交的大股 如果說要改變這個現象 我們台灣的政府 這本身就是問題 這本身就是問題 所以我想我們台灣未來 要改善 跟我們經濟的問題一樣 我們待會兒 待會兒 待會兒說 幾年幾年 後來台灣外交的外交 還是說 待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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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最快的方向 我們就是要有一個新的政務 真有辦法 我想在台灣跟中央的關係 裡面 我們台灣所謂裡面 這個壓力 也是一樣 越來越多 一樣 比如說 中國 一定要求台灣 要跟中國 去簽 和平協議 而是說 進入 那個和平 政治議題的協商 這個壓力很大 我們聽到的 包括說 我們這些學家 自己去中國國 去交流回來 聽到的 比如說 我跟美國的那個學家交流 美國學家去中國交流 回來 別這麼說 就是說 中國很多人 包括 包括 你們學家 對現在台灣 政府的處理方式 他們覺得很不安 就說 台灣政府 你都 這個理念 你要拿 這個理念 這個也要中國 中國讓你 中國變得 簡單的一個問題 你都知道 就是 政治協商 你都知道 以前 天主主 是沒有政治協商 你還去政治協商 但是 在英明 九月 時 英明 有去走 就是 英明在選舉 時 英明 派政府 來美國 總共 單純 政治協商 和平協議 這個理念 我們台灣人民 他欠反彈 那時候 我們看到民意調查 裡面 創意就贏了 要緊張 他接著 說 他的任期 裡面 絕對不會 進入政治協商 絕對不會 簽訂和平協議 所以我會簽訂和平協議 一樣 而且講的 暫停協議 講的暫停協議 中國 當然也不開心 我同樣都給你了 你現在 最慘的這個 都不會好 所以你如果不會好 你的時候 你要去安撫 中國 所以 有很多公怪路理的問題 很多公怪路理的問題 譬如說 馬英雄 他利用空白 他的選舉 和韓國的選舉 選舉整理 都一直在強調 台灣的前途 是 台灣 你們這裡可以決定 甚至 那個陸委會主委 他的 李鴻英雄 那個陸委會主委 就是賴欣明 賴欣明說 台灣 有七大 核心利益 這個 核心利益之首 但是選舉了 2012年 選舉了 派吳博雄 去中國 說台灣和中國 是一國兩區 為什麼這樣說 為什麼這樣說 今天還比較奇怪 今天在那個 所主席在美國的時候 有不少 也會去中國 去北京 去近習近平 去近習近平 的時候 他說 台灣和中國 所有的這個協議 都是在 益中架構之下 這跟中國說的 一種框架 有什麼不一樣 我的看法 有一些 這些是沒有 沒有贊成的 我的看法 是說 中國的政府要 政府來越大了 為了 讓中國 不要太相信 在那個 經濟上 可以跟台灣 翁人 所以 我們在這個 政治符號裡面 要去 符合 中國的看法 有一些美國 還在說 一種架構 跟一種框架 我看 一種框架 是框的比較近 一種架構 只是一個籠統的架構 我就說 This is nonsense 有什麼呢 你看 ECFA 他看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中國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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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架協議 我們台灣怎麼做 我們台灣怎麼做 架構協議 所以 對中國來說 框架 對台灣來說 的架構是一樣的 所以 我們台灣一定是開始 在那個 政治符號領店 一個 一個 中國原則領店 開始 香港的基礎 你看 在 Mind You 接到 習近平的功課喊料 Mind You 回歸 給習近平 他的這個 規領店 莫名其妙 你要感謝你 以後兩國繼續合作 這樣就算了很多事情 但是 莫名其妙 Mind You 這個規領店 說 兩國的協議 與合作 是立基於 九二共識 那這個 九二共識 就是在 1992年 雙方所達成的 以恐怖方式 表述 雙方均 堅持一個 中國原則 可能大家不知道 這個美港 我以前做過 有一位主委 我知道那個美港 在哪裡 這個美港 就是說 中部的表述方式 就是說 你要講說 我們堅持一個 中國原則 臺灣 那一陣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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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一陣的 看法就是 不行 不是 雙方均勤是一個 中國原則 是一中原則 我會怎麼解釋 我自己來解釋 所以在EQQ2年的時候 那一陣的政府 包括那一陣的 啊一定到 今年 一陣的 以前 我們都有大陣 但是在 麥英九這陣會裡面 他已經完全 比照中國 去闡塑 一中原則 九二共識的這個奉獻 去闡述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他能去講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各自表述一動 表述到中華民國連動 都沒去 甚至有些九二共識就沒了 所謂的九二共識是大家都能夠表述 現在沒有了 現在台灣政府的表述是中國的表述 所以這個就沒有各自表述 所以就沒有九二共識 所以台灣現在政府的處理的風險 處理六號館的風險 我相信是很善良的 很善良的 我們說這麼嚴重的時候 台灣的日本一般的負責 沒想到大家在那裡說 可以了解我們看完 在台灣我們說這麼嚴重的時候 你們又是逢中必防 大家都不不聽 我們看一系列的作為 真的是忠心忠忠 吳伯雄在中國說益中架構之後 就跟你講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就跟你講服務貿易協議 所以這個服務貿易協議 顯然就是在一個中國架構之下來進行的 那刷入之後說益中架構 刷入賣英雄 那個配合之後 他們說要開始我們說協商 互設代表處 這個互設代表處 你去處理負設代表處 我們沒問題 我們沒問題 甚至以前阿比亞總統的時候 有提出一個 兩岸和平穩定 股東架構 這個股東架構裡面 就有提到 負設代表處 所以負設代表處 是兩萬元的 用心 改進的一個 這個 很重要的這個股東 但是 我們如果說 台灣在中國設代表處 還是中國在台灣設代表處 是在義中架構之下 不要說我不會接受我相信 在做 沒有一個可以接受 但是現在 就是這樣在走 現在就是這樣在走 現在就有很多人在討論 到底 媽的求 答應這麼多台灣母親要去答應 到底他的molivation是什麼 他的原因是什麼 很多人在意外 就是說 甚至在台灣的書上 要留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是什麼 就是說 他可以在每年的英國 去上海 還是去北京 跟中國的領導者 跟習近平可以一起去 這世代的 普通的投票就出來了 再來就要新鮮多貝爾和平獎 他如果說為了這個 如果說為了這個 去犧牲台灣的議員 我相信 大家都可以在乎 我想 民進黨 他本身的議員 如果說 看到現在國民黨政府 是用一種風險 在操作 聯繫關係 跟我們台灣人民的議員 放在一起 去建築 只有一個人 這個農業的身份 我們的 盡全力 盡全力 捍衛 我們台灣的議員 一定是盡全力 探用